就是酒妈的这个缘曲 其实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很多人跟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 还是一个中年人 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原生家庭 就是大部分都是一种被控制性的一种爱 我这是为你好啊 我这是为了爱你啊 你为什么不像那样子呢 你应该这样子吗 这都会有很多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标准 觉得对方应该活成某一种样子 但是由此带来的 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矛盾 那等到越来越成熟或者越来越成长 这个矛盾关系冲突越来越剧烈 这是中国整个这个家庭的一些问题 他们告诉我过年之后 心理医生变得很忙 大家都就受不了了在家里待着 可是中国人是最讲究所谓的这个家庭呀 就是美式的家庭那个何家欢 大家就是一起过了一个圣诞节 真的过一个圣诞节 就是说他所能够描述出来的一个景象 是像迪斯尼一样的 但中国的何家欢背后充满了各种 就是说厮杀和玄机 可是你会发现 中国讲家庭这个电影有几部 我现在这样问你 你指标底说得出来吗 脑子里想到的关于一个家庭 关于父母孩子冰山这个瓦解了 你讲不出来 你讲不出来 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变成无法描述 不愿面对 这些家人 渐渐渐渐就变成一种 互相的一种最没有办法沟通的人 很多无奈 非常多 很多很多的这个无奈 所以我们试图通过一部电影 或者是说一个旅程 可以完成一次 就是大家的这个放手 就是放开 大家松弛一点 然后大家就是彼此舒服一点 那你在处理这个新的 这个母子关系的电影中 就是你觉得最难处理的 这种部分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难处理的部分 就是妈妈怎么样跟孩子说对不起 妈妈怎么样对孩子说谢谢你 这两句话都是最简单的 以孩子怎么样对妈妈说我爱你 这个三句话怎么样去说出来 我觉得中国人不是不愿意说我爱你 他不愿意这么一种草率和简洁的 这个方式来表达出来 因为要说的太 要说的内容太多了 我尽量把它处理的 就整个在电影的一个结束的时候 给它处理好了 让观众能够在心里面读到这个话 确实也把这个电影播成的东西 把自己治愈了是吗 前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 就是我拍电影之前的有一年 就是我带我的妈妈一起去旅行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旅行很轻松 去南美 然后去玻璃尾压的天空之境 但其实那个旅程非常辛苦 每一个点跟每一个点拒绝都拒软 而且住宿条件很差 然后他们东西又多 我拎着好大两个箱子 就是说 然后当中也因为各种的矛盾和身体的原因 就是说有很多冲突有很多吵架 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老太太就是说 她越活越自在了 我发现她每天的这个朋友圈里 或者她她给自己找到很多事情 这个让我感到很很开心 她注意力不再完全在我的这个身上了 后来整个活动全做完了 她过来抱抱我 她说她说谢谢你啊 当时我其实很感动 我觉得我其实是很羞愉 对我妈妈表达情感的 就所以说那个我戏里面就会说 你能不能去抱抱你妈妈 我抱不下去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她很了不起 我觉得我妈妈比我更加勇于突破 她比我愿意突破那个所谓的那个安全区 她为此做了她最大的努力 但是 就对我自己这些很难的事情啊 我才发现我朋友圈里的这帮朋友 天天到了点就赛美食 我现在完全是报复社会 好吃 以前我看到日本有一个叫做孤独的美食家 孤独的美食家很可爱很可爱 特别可爱 很可爱 就是中国人不大愿意一个人吃饭 是 所以我说如果做到节目 我们应该做一个不孤独的美食家 我们做上的天双筷子 对 天双筷子 刚才我们聊天了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感觉 就是我们 六年后七年后 就是还是会觉得痛苦是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经验 我呢看一个视频 一个视频呢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小女孩 打平方球 打着打着他就不愿意打了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 有很多委屈 那个教练呢就在那个画面外面说 你摆个臭脸干什么 你打不打你不想打你到旁边去 然后他还努力的坚持打 他就别打 我现在不要你打 你心里不舒服 你就到旁边去 调整 你调整好了 再回来打 然后他就一边流眼泪一边在旁边 调整 然后调整完了 他就回来打 打得特别好 打得特别优秀 我觉得这个模式特别中国人 嗯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隐忍 一种忍吞里面 找到了一种驱动力 找到了一种能量 嗯 这个就是你说的 痛苦所带来的东西 痛苦他不光光痛 嗯 但同时也能让他带来一种能量 很多世界冠军 很多那些那些成功的人 很多那些克服自己 就是所有的这个不利的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在逆境当中找到一种动力 嗯 但是 在那个背后 我觉得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创伤 嗯 这个创伤是需要被修补的 嗯 有朝一日 这个创伤如果被 就说他这一关他虽然过去了 但是他 他在另外一些方面 他会体现出一些不同的这个特质 或者由于他这次的这个迎人 所带来造成的一种连锁反应 是 那个东西 你读解不到 那伤口 那个那个伤口 那是他的伤口 那个伤口被藏起来 嗯 如果有一天那个东西被扒出来 嗯 他会流干他所有的这个眼泪 嗯 那个城堡里面包含的创伤 嗯 那个创伤仍然是需要 拿出来被抚 我们的人生到最后就发现 我们被无数这样的这个创伤 都在疗伤的是吧 所以我说的所谓的这个成长 其实并不是说我突然又进步了 嗯 不是这么回事 成长的概念是说我懂得 嗯 我敢于把我 窗口表现出来 藏住的那个伤口 现在拿出来 把那个能量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 嗯 我才成长了 嗯 它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 最让你不舒服的创伤 你愿意说吗 你觉得伤口 天呐 我以前来怎么没有这个东西 最近 你是今天因为录节目 你才拿出来的吗 一直在改变我 哈哈哈哈 把这个包住了 然后一口 嗯 oh my god 嗯 食物对你的疗愈作用也很大是吧 嗯 嗯 你吃了再说 嗯 太疗愈了 嗯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其实 我觉得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嗯 就是电影啊 嗯 电影帮助我去寻找自己的这个伤口 嗯 帮我去面对我自己这些问题 这当中解决 它哪怕是 它哪怕是预言又止的 嗯 它哪怕是这个邮报琵琶判侧面的 嗯 但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是我的一个一个处理 最少面对这个事 对 嗯 有有多少人是都都都没有这个机会 嗯 嗯 对大部分人都在躲避这个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特别是中国人 嗯 就是 我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幸运 嗯 因为我本身是演员 然后恰巧呢就是有作品这个成功了 所以大家 他对我有一种比较天然的这个认可度 接受 嗯 所以决定了我们本身的那个信息这个高度就是就是达不到 嗯 你让我像那个 这这这负雷要求的那样去看书我做不到 嗯 我做不到 就是就是我知道那个东西是好 嗯 嗯 我也知道他这个如果我毒了嗯 如果我消化了我肯定会我有更深的这个理解 但是但是我经历经历不这样去考虑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有的人吃一口饭就够了 嗯 还有的人就是说 就是一大堆那个那个大餐吃完以后消化不了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消化自己能消化的做自己能做的这个事情 嗯 你也不能被这个事绑架 但是我就对这事有有矛盾 就是刚刚咱们你说的都特别同意嘛那种 但我就特别怕这种东方式的 啊 我到了你的年纪我只看这个 嗯 但是其实你这个 这个人的挣扎不断的寻找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我就我不 我就不同意有一个所谓的道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就 有那个就行了 他这两者之间是应该是一直是个紧张关系 就是我看到一些西方的艺术家 嗯 作家思想家 嗯 他们到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在继续写书 继续在探讨问题 继续在想 而且还有很多挣扎 然后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又假装自己都悟到了 就就停滞在那个地方 精神的停滞你也要接受 嗯 就是精神停滞如果他停滞呢 你就你就要接受他的停滞 嗯 嗯 因为因为因为对于这个这一片这个大海来讲 你是没有办法吸干每一口水的 你永远是有欠缺的 那难道你不应该死在吸干下一口水之前吗 你不这么觉得 我不 我不想认为 我觉得就是你的体验的那个过程和你最终能够产生实践的那个过程 嗯 转化出来的那个结果才是更重要的 嗯 可能我就觉得这种结果没那么重要 嗯 就挣扎的去吸下一口水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嗯 比如我们小时候看金庸 嗯 都掉到一个洞里面 嗯 突然拿到比如九阳九阴真经 嗯 练完了就就扭掉 嗯 但我不太相信在封闭的空间里会产生 练出九阴真经这么厉害的事情 我也不同意 是吧 他应该在开放空间中不断的尝试 嗯 各种碰壁跟 我跟徐程打跟谁打跟谁打 打了一圈 然后不断的发现 做到了死也没发现自己也没得到武功的真经 但是他一直在尝试的过程之中 嗯 但是你说的这个渴求知识吸干最后一滴水的那个状况 不就是 也是同样的一种封闭状况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一个语境的这个不同 你觉得只是有动态的封闭而已 只是动态的封闭而已 嗯 也有可能啊 嗯 嗯 嗯 所以说这个这个平衡关系是很 可能我们一生都要探索这件事情吧 是的 是的 嗯 我很羡慕那种人 就是说 呃 就是肆意改写自己的人生 就是他在上一秒钟还是 哇 还是在在这个领域内 就是他是 特别特别怎么样 然后他突然就变成另外一 放成另外一种 这种人就太有了 嗯 你看李叔同这种啊 他那么成功的一个戏剧家 这那的音乐 转身就变了 转身咔他就变成那样的 太任性了这个 因为老外他有的时候也是啊 嗯 他他到这个国家 他发现 这国家好棒啊 他突然就住在这里了 嗯 他就是一种很很很很任性很自由的那种 对 例如自由 是 但这样的人可能在家人眼里是一个十恶不顺的混蛋 对 太不靠谱了 他背后可能是对自己的高度负责 你不觉得我们生活中好多人 他们都是假装为别人负责 其实最后最终又没为别人负责 又没为自己负责 又没为自己负责 这也对 嗯 嗯 超好吃 最后一款了 最后是冷心卖 嗯 我们家的是个招牌 到这个场子 到今天这个时候 你会 害怕失败吗 恐惧吗 还是有一点点 因为不仅是你一个人吗 因为一大堆人跟着你吗 不是 我还是有一点点 有点恐惧 我好好想跟楼叶合作一部分 嗯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工作 嗯 我们曾经谈过一次合作 嗯 后来 后来没成 可惜 因为他也是上海人 嗯 好想跟他合作 但是我很 我很担心他是不是觉得我太商业啊 看不上我 看不上我 超越我做不到 嗯 我做不到 我只能承认你 好吧 你不知道我是对的 那你觉得是 什么东西妨碍你 不在这个体系之中 超越这个体系 嗯 嗯 因为我 我一直是 试图让我这个作品更 更大的这个大众产生交流啊 还是跟安全有关系 其实 嗯 不光是一个安全 就是说 当你当你为更大的这个受众 在考虑的这个时候 你的思维就会变得就是说 嗯 更加倾向于就是说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你要照顾的更多 对对对对 嗯 如果你不考虑照顾的很多 你才能够出现这个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 那种东西 对吧 你对李延的东西怎么看 后面两部电影 我觉得换了主题 嗯 愿意去冒这样一个险 是 我觉得是在找的一个过程 李延本人可能是在一个找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勇敢啊 哇很勇敢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极限挑战者 他是对 他喜欢把自己推到那个那个 不安全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把自己推过去的 天呐天呐 真的太厉害了 你觉得有一天你会这么推自己吗 我觉得我推自己我就掉下去 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安全 嗯 嗯 但是但是 嗯 嗯 就是会会会有一种一点 会让我有点想试一下 应该推的应该推一次的 希望我去冒一个险吧 嗯 看命命大不大 嗯 他不在大众评判的一个标准之内 嗯 嗯 我愿意这样试一下 嗯 可能会失败了 可能会失败 嗯 这边为了你推下去 哈哈哈哈 我们在背后串你一脚 嗯 过去十年监制 投资电影 然后演员 然后导演 反正总之很多不同的角色 你最想 获得的能力 或者说 修补的不足是什么 哎呀 我觉得其实 就是 我很会让自己处于安全区 嗯 那个是我的最大的不足 嗯 怎么讲呢 因为我本身是特别擅长保护自己 嗯 就是我 我觉得我始终没有那种坚持 那种护出命去的那种 有一种这个魂 魂不令的那种东西 嗯 这个东西有点像极限挑战 就是你现在就穿着滑翔伞 你现在就是要从这个悬崖上跳下去 我会很担心这个不安全 嗯 嗯 我怕死 嗯 我怕摔伤了 我会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想真正打破它 我觉得当我想的时候 比如不是说我下了一个决心 然后我就 嗯 就背上炸药炸药包去 就我下了一个决心 我拿上炸药包 我还是会害怕 对对对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无所畏惧 是你不觉得你拿了一个炸药包 嗯 你你头脑里有两个声音 嗯 你你能不能意识到就是说 那个假的那个声音 那个阻止你的声音 其实并不能代表你 嗯 我问清楚我更重要的第一意志 嗯 我觉得就能突破 嗯 嗯 嗯 对一种觉醒 那种东西 我觉得我 就我的意志还做不到 嗯 90年90年这门口有一个大铁门 然后以前我来考学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一个 戏旋轩的学姐 嗯 说就是给我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他说你还来考什么呀 嗯 你这个样子你不行吧 嗯 因为戏旋轩招进来的也都是 嗯 帅哥美女啊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备受打击 对 我们我们穿小路吧 好 穿小路比较好玩 外面太招摇了 我身不自在 对我也不自在 从这个葡萄家过去 第一次剃光头 就是在这边 对 这是重大的人生转折处 重大的人生转折的点 光完以后 从这出来以后觉得特别冷 剪个头发多少钱 现在20 现在20 那时候你几个五块是吗 五块十块 五块 良心价也都是 良心价 这个是李淑桐 奥利淑桐 进入剧场的空间都有一个神秘的通道 哇 上去感觉一下 对 哇 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立刻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感受 对 看到裸的台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美的 我觉得一个戏在装灯的时候 所有的吊杆全部降下来 然后一个个灯往上装 然后一个个起 然后再调光 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演出是一系列的活动 就是从你开始准备排这个戏 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 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整个演出演完以后 大家对这个戏的评论评价和讨论 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很有意思 我觉得其实做做一个演出不仅仅是演出本身 就大家的其实对这个戏的这个评论 对这个戏的这个理解 其实是有意义的 他们是整个这个戏的一部分 所以是一个漫长的高潮 对 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在这演 这个太多了 每一个印象都很深 我在演出的时候 我会很早就到剧场来 会把所有的戏全部都摸一遍 摸一遍以后呢 我就开始在外边溜达 整个的这个区域 我们在这里约人 然后聊天 在外面抽烟喝咖啡 然后就会观察到很多人 能看到他们的状态 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你舞台上的反应 直接有直接的这个改变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迟到了 比如说有些人 他他在选择 你看他们在议论 就是他看着那个单子 他说我要看这个 我要看那个 他这个选择 你就会想就是说 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他来花钱买票 来看你这个 如果他看了你这个戏以后 你戏里面所核心传达的那个主题 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那之后呢 演出完结束之后呢 会去比如说去旁边的那个酒吧 我们就聊一聊今天演出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演出哪些方面不对 如果是演出对的 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不对的时候会很沮丧吗 很沮丧 有一次我演完艺术 有一个特别老古板的那个知识分子说 你们演错了 你们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子 他跟我同代什么 在80年代成长 然后90年代发生那些转变 然后到了过去十年 又是一个新的娱乐时代的开始 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冲浪者 他在一个最迅速膨胀的行业之中 卷入这么多的不同领域 兼制导演演员 实际上他在一个被名声和金钱裹挟的世界 似乎非常难以保持 但他非常好的驾驭了 我不能有红色 仅仅为来 性能 那些摔登 对 我却是一个想法 而就是 你可以 伸辑 此人 我建议 所以 我建议 最大 我建议 可天 要求真交由 提升以及具層次感的精确表演 你可以说他同时是一个早晨和板熟的人 26岁他就得了白玉兰奖 对一个化剧演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然后他获得大众名称可能40岁左右 但他这种同时的早晨和晚来 其实给他带来一个可能更宽阔的路吧 我觉得他会越走越远的 未来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我爱他怎么做 我以前说过你很喜欢那个美国导演Pen 那个《杯酒人生》我看了好多遍 我觉得他对那种日常关系的那种理解特别准确 他后来还拍了一个电影叫《内布拉斯加》 对他是讲的父亲的 他跟他的老头 这个对你有直接的启发吗 我觉得他拍的电影都是种电影 美国式的 就是美国的一种人际关系 美国的家庭关系 人到了中年以后 不知何去何从 不知道怎么样活才是能够找到所谓新的方向 他其实《杯酒人生》里面那个人物更加知识分子一点 他写了一本书一直放在后备箱里面 对吧 大家都有好像这样一个情怀 就像我看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就讲一个吉他手的 我也看过那个 那个叫做叫叫叫什么电影 《最像民谣》 《最像民谣》 你看《最像民谣》也好 或者是这个 《杯酒人生》 《杯酒人生》也好 这里面的主人公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理想 但是那个理想就是说处在幻灭的这个边缘 你到底是坚持下去呢 你到底要不要坚持做这个文艺青年呢 要不要继续写书呢 还要不要搞音乐呢 你觉得他好可怜 就是他后来去去试镜 他尝试着去附和那种某一种标准 他在努力 但是并不是他喜欢的那个 我就是以前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有那样的苦门 94年之后 90年代的时候 对 那是什么样的苦门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文艺青年吧 其实也是有一种人设 或者说是有一种包装 这种包装其实就是不得知 就是说我这么有才华 但是我不得知 对 这个是文艺青年比较容易 就是说被植入的标签 而且这个根据这个文艺青年传统 大家应该崇拜不得知的 因为成功是一个可疑的事情 对 成功是可疑的 成功意味着一种世俗 就是首先得没什么钱 这贫穷是高贵的标志 那时候 对 贫穷意味着你的精神世界是很丰富的 对吧 这是一个 咱们这代人都是受这个影响 都是受这个影响 但是你也不想想 就是说这是世界上还有很多 很有钱的画家 对吧 他们过的非常贵族的生活 但是他们仍然在创造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影响 后来我觉得我选择去拍猪八戒 我就已经脱离那个系统 这个克服过程中对你两个困难吗 还好 就是因为比较偏俗 我当时就是没有犹豫太长时间 我就找几个 因为我在拍 因为我才拍猪八戒之前 猪八戒之前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我说我拍了两个比较先锋的实验画剧 当时就受到很多质疑 别人说你拍的戏 我看不懂 就这样那样的 但是我就是很激动 还跟别人争辩那样子 对 但是后来一想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他看不懂 他 我怎么去影响他 就是我怎么对我的传播去负责任 我觉得我传播应该是有效的传播 如果我是一个无效的一个传播 我就谈不上影响 但是已经给自己贴上了 文艺青年的标签 所以我觉得挺糟糕的 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那些困惑和迷惘 是不是也很重要 不重要 也都应该被有效利用起来 我觉得我现在就觉得 如果被有效利用起来 那就更好了 后来去拍出发戒的时候 我就问很多 也是这个文艺青年的一些好朋友 我说你们觉得我应该去 我发现文艺青年的这个好朋友 还是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就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 就是说就是骑士成功 而就是不给你指的条路 他们说你应该去 上海文艺青年还是实在 他们觉得你去 他们说你去试试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就变成拍电视剧了